最新消息要带您来关心的是 内政部营建署署长丁玉群说 他因为健康因素希望能够调整职务 而行政院已经核定让他转任行政院顾问 最新消息要带您来关心的是 营建署长确定将由交通部的铁工局局长曾大人来接任 曾大人现年56岁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博士 曾经担任国道新建工程局的局长 以及高速公路局局长等职务 至于传出要离开的营建署署长丁玉群 他现在是转任行政院顾问 这今天的最新消息